下面要出场的就是在第一组的比赛中 最后上场的瑞士选手奥什曼 奥什曼这名选手的旋转 做得非常突出 这也是瑞士的想象 一会我们可以来格外的关注一下 但是呢他和瑞士名将兰比尔 都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做不了阿克萨三周 或者说这个动作成功率很低 因此他做是一个阿克萨两周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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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每个电视台转播的习惯不太一样吧 刚才在旋转的时候 把画面切到脚 反而看不到他的这个 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姿态 其实旋转这个 这个难度 重要的不是看脚 因为他跟步法不一样 他滑继续步的时候 可能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步法变化 旋转的时候主要是看身体姿态 这套动作当中的明显失误是 菲利普三周跳的跌倒 那么还有就是在 就是在他的换脚链和旋转和 直线步当中的一个重心的问题 不是很稳 狗手三周接后外点兵的两周跳 他原计划后面要接三周的 双足落兵也有个问题 通常我们会把这样 双足啊或者说是落兵之后扶足搭兵啊 或者落兵之后翻身啊 单手扶兵双手扶兵这样子 情况叫做落兵不干净 这是出现跌倒的那个菲利普三周跳 我们看一下他的旋转 这名选手的身材啊 他的一个比例特别好 就是四肢很长 而且他的舞蹈姿态做得也很漂亮 所以他在做很多像 舞蹈动作啊 还有他的这个旋转的时候 姿态是他的一个优势 本节是领赛瑞典的名将 兰贝尔没有来参加 所以呢也使得很多兵迷呢 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我们真的是想 能够尽可能多的再看到他参加比赛 技术分43.66 节目内容分56.40 跌倒一次得到了99.06分 两条节目总分是156.41 目前在第一组出场的六位选手当中 排在第五位 好 现在南丹自由华第一组的六位选手 就已经比完了 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 我答应的是eneeneійсь Under's called jure partial 他跟他拥有 babe时 然后也来看看